光天化日之下 两名骑摩托车男子竟然抢夺女童 怕人家给拐卖外边 要腿和胳膊 那拾了以后 哥大姐上乞讨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52小时成功解救女孩 究竟谁是背后主谋 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法律判决 庭审现场即将播出 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下集 2016年1月3日 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夺5岁的女童 骑着大件 红色的摩托车 就在这个位置 说她为我录 她朝抚扬车的时候 送你去撒路 我给她指路的时候 她把我妹妹都包在她的车上 我带着孩子找不到 怕人家给拐卖外边 要腿和胳膊弄湿了以后 哥大姐要乞讨 消息传害 顿时引起全国关注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24小时连续不断的追踪 终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这里是双原路 与105国道交叉的路口时 两个人骑摸的是拐弯时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两个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孩子 在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是一个小孩子的头部和上衣 由此我们站定 这两个人应该是抢劫小女孩的嫌疑人 经过不懈努力 52小时 警方终于成功解救小女孩 特尔 特尔 information 最高的 您经过有 미국》 网羅 车 反正 这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说 揉上手 花色 好 皇上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太和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 全被告人范军王俊兰王双军到厅 被告人范军称他之所以要做出抢夺儿童的行为 是因为被告人王俊兰的指示 这个外卖的提议你和王俊兰是怎么杀的谁提出来的 从事到尾都是他那样随着他们实施的 但是他要我们这个男人来做的 王俊兰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被告人王双军称他是被人威逼利诱 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女童 1月2号晚上范军给王俊兰打电话 我不是给范军在他家里边争吵 我非要回家范军给王俊兰多次给王俊兰打了几个电话 王俊兰第一个电话接了后来几个电话都没接 你又没接这个电话 我接了 电话里面怎么讲的 他说他偷一个小孩 一共五万块钱给你五千 这个事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王俊兰是这样跟我说的 两名被告人究竟说的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俊兰会认可他们的说法吗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下集 我是七期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听审现场 引起全国关注的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 2016年8月23日在太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三名被告人中范君和王双军是直接作案人 而他们都和被告人王俊兰有着一定的关系 根据被告人王双军的说法 他和王俊兰的女儿是恋爱关系 而范君与王俊兰是同居关系 在上期的节目中 两名被告人都说是王俊兰指使他们去拐卖孩子的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俊兰自己又会如何说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评审现场 法庭调查 被告人王俊兰今年52岁是河北涉嫌人 那么他在此案中究竟是不是如被告人范君和王双军所说 是幕后的主使呢 被告人王俊兰今年52岁 而被告人范君只有43岁 王俊兰比范君大了差不多10岁 那么两人在网上认识后 又是以什么关系交往呢 就是说你和范君来往期间 你是否知道这个范君有过犯罪的千颗知道不知道 那个他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 再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和范君在来往期间 范君是否威胁过你或者说必须要你和他来往有没有 有他威胁过我我去他家拿他那个衣柜上放一个匕首他拿出来 说你要是不给我以后不给我再一起了我就我就杀了你抢家 他拿出一个匕首来是还事了 你说范君拿着匕首威胁你是在贩卖小孩之前还是之后 那是在贩卖之前的事了 被告人范君称他们之所以要抢夺女孩去拐卖 是被告人王俊兰指使的 那么王俊兰会认可吗 被告人王俊兰称他并没有指使被告人范君和王双君去拐卖儿童 那么既然如此被告人范君为何会去安徽太和抢夺女童呢 那么就是说范君和王双君到太和抢夺家 你们有没有在这儿说 就是说这个事 我我没有我没有想就是私下就是我们老家老家女毛生 他说来是给我打听说来想修养一个亲戚 修养一个小女孩 又吃生争了又虎口辈了 父母统一了 就要借助修养儿童 被告人王俊兰称他是在被告人范君逼问下才告诉范君有人要收养孩子的 这与被告人范君在法庭上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有没有告诉范君人家五万块钱就来买这个小孩这是 那个五万块钱是抚养费我哥父母呢 而且不是说来是哥哥去哥别人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让范君帮你去弄这个小孩 就是你所谓你说的你没说的就弄个小孩 没有没有就是说来女毛生他给我刷那个花 可是那几天他给我在一块儿来女毛生给我刷那花 他也就问了所有男的给我刷花 他都我问问是干啥了干啥了 范君和王俊兰到太河 是不是你让他们两个过来的 那个他两个去太河那个是我没有 他两个人下来是给金银是给他看衣服了 你不要我问你什么话你直接回答 是不是你让他们两个过来的 没有没有 嗯没有真的没有 王双军怎么到太河的 是不是你安排的 我我没有安排 被告人范君和王双军都说 王俊兰并不知道他们抢夺孩子的行为 那么被告人王俊兰对于这一情况会有怎样的供述呢 那么他们两个从太太绑架一个小孩 你什么时间知道呢 就是他他那个两个人走到那个河南 河南盘洋桥的时候才给我打电话 给你什么讲的 他说来是我这个给范君回来了 那个不是他他去时候了是下来是想看看冬天 那个穿那个棉棗椅 棉棗椅给我们那个地点买了 就是你没点15块钱到我们老家是30块钱 我的意思是就是在他们回到摄像之前 有没有和你电话中讲到他们从太河放假一个小孩 没有讲那个没讲 那么你什么时间知道的 就是他他走到盘洋桥的时候 他说来是我我来我往摄像走了 来了来了山上桥了 法庭上被告人王俊兰也称 他并不知道孩子是范君和王双君抢来的 那么当范君和王双君将孩子带到他面前时 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问你见到他两世 有没有见到这个被鬼的小孩 见到的 他在当时长那个免疫蒙 就是不是多讲 有没有和你这个说小孩从哪里来的 被告人王俊兰称他见到女孩后并没有问这个女孩是怎么来的 而是积极去联系想收养孩子的那家人 然而由于孩子没有户口 那家人拒绝收养这个孩子 那么王俊兰最后是否知道这个孩子是抢来的呢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孩子是范君和王双君从路边报的 他回我城里边租房子的时候 我为范根范根不叫 是双根亲自给我上来 你就是说在这个孩子没有出卖成功之后 到达你的租房的住处 王双君跟你讲的 对对对是 被告人王俊兰说最后是王双君告诉他孩子是抢来的 那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又做了什么呢 你将孩子带到你的住处后 你对这个小孩都做了些什么 我带到那儿 就是双根讲了以后 我一听他是 他是来台和这个 绑架的小孩抢了小孩 然后我就我就害怕了 这个大冬天 孩子穿了衣服也罢 穿了免疫免苦太罢了 我就想介绍 给他买了一些免疫免苦 给他买了瓦和奶 买了鸡蛋叫他去了 我现在我跟少女儿都是看法女儿快事崇毁了 女童被抢案件引起全国关注 警方悬赏十万缉拿犯罪嫌疑人 法庭上三名被告人各有说法 她说她偷一个小孩一共五万块钱给你五千 这个事做也得做不做也不做也得做 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下集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王俊兰称他并没有指使范君和王双军去拐卖孩子 这与被告人范君和王双军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在上期节目的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范君称是王俊兰让他去拐卖孩子的 而被告人王双军则说他是在王俊兰的威逼利诱下才实施了不法行为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举证制证 举证制证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制证阶段 法庭举证制证由审判员范华白主持 下面由公诉人就起诉出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举证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本案的第一组证据 即书证和物证照片 这个物证照片能够证明你就是案法以后公安警官 就是对这个被告人犯女当时作案时 说起了摩托证进行了一个扣养 那么同时你呃 在这个被告人王双军家走到的 呃 被告人王双军作案是传了一符 也就是一摩托证的照片一个一符照片 而同时这个摩托证照片反映出来 这个摩托证是一辆红色大家的摩托证 而后公诉人出示了三名被告人的通话记录 被告人犯军对公诉人出示的本组证据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是吧 被犯军和王双军强被害人冉冉 究竟在这两天都有怎样的经历 公诉人宣读了冉冉冉的证言 被告人犯军所说 是因为有人愿意出五万元钱收益 收养一个孩子 被告人王俊兰才让范军和王双军去想办法找孩子拐卖 那么这个要收养孩子的人究竟是怎么与被联系的呢 公诉人宣读证人吕茂生的证言 我认识一个叫俊兰的女的 她是设县法上层的 今年原来前几年就是我遇见她 后来就到这个王俊兰中方处 我给王俊兰讲您认识的人多 根据证人吕茂生的证言 他的亲戚想收养一个孩子 被告人王俊兰谎称 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孩由于父母离异想送人 王俊兰要五万元的好处费 大概是圆南三四号一天下午 具体哪一天记不住了 俊兰给我打电话说第一天到我家来 第一天我亲家在圆区子里的家里等着 下午三天左右 俊兰和一个荒唐发的男子 七个摩托车就到了我家 当时还带着一个大概四五岁的 俊兰说就是这个女的 就是这个小孩 还说小孩没有户口 我就给我一家的孩子打电话 就把这个事情和他说说 我一家的孩子说小孩太大 没有户口他不要 后来你这个荒唐的男子说假的有事 就骑罗封锁大家摩托车想走了 他走过后过了半个小时 我有事我也走了 反军的辩护人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被告人王俊兰有无意义 没有 王俊兰的辩护人有无意义 对上述证人的真实性没有意义 但是对这个吕茂生的这个证言 我说明一点 就是说通过吕茂生的证言 可以明确一点 就是说 这位王俊兰在向吕茂生 如果能介绍这个小孩成功之后 是给他一千块钱的好处费 而并费五万元 这五万元是给那个 孩子人家的抚养费 被告人王俊兰究竟是不是 这起案件的主谋呢 三人在公安机关 又是如何供诉的呢 供诉人首先宣读了被告人 范君的证言 也证明就是 当时在王俊兰从方处 王俊兰跟我们讲 俺那边该小孩的多 一个男生一半七八万块钱 一个女的只四五万 我这边有人想要小女孩 你看你可能在你们那边 那个小孩过来 我讲我自己这事我一个人不行 王俊兰就说 果然让王俊兰跟你一块 你对你讲地方出息 后来你我和这个王俊兰 就说给王俊兰拿五千块钱 剩下的四千 剩下的四万五千块钱 我和王俊兰拼 当时王俊兰不在床 我和王俊兰赏了 被告人王双军在法庭上供述 他是被王俊兰威逼利诱 才去抢夺冉冉的 那么他在公安机关 又是怎么供述的呢 我敢把王俊兰在电话里给我说 你在泰河你隔着你干上你就干上 她说这是办成后 回来给我五千块钱 说小孩能卖五万元 范俊兰也说是办好以后 给我五千块钱 我就同意了 解决范俊兰就骑着他碰到摩托车 就是在这个村里 开始顺着核实的对象 王俊兰让我和范俊兰 强小孩的目的就是带回去进行卖 两名被告人范俊兰和王双军 在公安机关供述都称 王俊兰是整个案件的主谋 那么被告人王俊兰在公安机关 又是怎么供述的呢 就证明就是范俊兰给我讲 想要一个小女孩如果有户口 愿意宠完外奸 我就把这个事给范俊兰和王俊兰讲了 范俊兰就是让王俊兰和她一起回家走着伴 王俊兰同意了 在范俊回老家的期间 这期间我给范俊打电话 告诉范俊兰范上一定的岁头 何几次让她抓紧时间弄小孩 回设范俊兰第一天上午 在我左方那里 王俊兰比我强 这个小女孩是他们强来的 那么三名被告人 对于他们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会有异议吗 与范俊的供述 边问人没有异议 但是通过范俊的供述 能够证实三点 第一点就是在抱小孩之前 在王俊兰的出租房处 王俊兰说范俊兰出狱不久没钱 不如偷偷地抱个小孩弄点钱 当时范俊说一个人怎么抱 王俊兰说就给他派一个人过去 以示就派王俊兰去 去 范俊兰有意义 有意义 减速意义要点 只要有点就是 我没有安排他去 来抬和抢孩子 抱孩子 我就不知道这个事 范俊兰有意义 有意义 我还是说那个1月2号晚上 那个电话 范俊兰给王俊兰打电话 我要回家嘛 范俊兰不让我走 那个王俊兰后来给范俊兰说 让范俊兰去送我 范俊兰也没去送我 也不让我走 胆大妄为 他们公然抢夺女童 由此我们断定 这两个人应该是 抢劫小女孩的嫌疑人 天网恢恢 三名被告人接受法律的审判 法庭调查 一步步揭开案件的真相 他们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也没有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辱骂以及恐吓威胁等二次伤害行为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 下集 法庭审理进行到这里 我想观众对于整个案件 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被告人王俊兰听说有人想收养孩子 于是他就想到 要向收养者索要五万元钱 发一笔不易之财 他让范军带着王双军到安徽太和县 找个孩子卖给收养者 范军和王双军两人来到太和劫持了五岁的然然 到河北涉嫌贩卖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拐卖儿童的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那么这三名被告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他们的辩护人又会为他们作何辩解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的规定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认为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和举证致证明了在被告人王俊兰的提议和组织下 泛军和王双军实施绑架儿童并进行出卖的犯罪事实 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三人系共同犯罪 拐卖儿童犯罪 使社会危害极其严重 应依法从严从政策出 拐卖儿童作为一种严重判 儿童的人身自由权 与人格嘴硬权的犯罪 无论是对被拐卖儿童本人 对被拐卖儿童假惊 还是对被手埋被拐卖儿童假惊 及社会等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 这些影响社会的和谐又温定 公诉人认为拐卖儿童犯罪 社会危害极其严重 应该依法严惩 那么本案的三名被告人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呢 被告人犯军2012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尤其徒刑 4年06月 在其2015年刑罚执行完毕后的5年组 再犯应当判处尤其徒刑让刑罚执罪的 系递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应对其从中出发 对于公诉人的公诉意见 被告人犯军的辩护人会如何进行辩护呢 在整个拐卖过程中 被告人犯军不是犯罪的提议者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也没有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辱骂以及恐吓威胁等二次伤害行为 在到达涉献后还给孩子买新衣服 买零食吃 并且给被害人理发等 且三人在买家知道孩子没有户口和出生证实 交易失败后三人还曾商量将孩子送回太和老家 被告人犯军的辩护人认为犯军具有从轻的情节 那么被告人王俊兰的辩护人会有怎样的辩护观点呢 通过庭审被告人犯军和王双军实施暴力绑架受害人的这个行为 并未与本案的王俊兰视线沟通或者卸商 在绑架这个行为失事之前没有约定 作为王俊兰更没有参与这个绑架的行为 作为案发的期间王俊兰在涉献 本案被告失事的犯罪行为在安徽太和 所以说从这个地域上的差别以及时间差 不能将被告人犯军王双军的这个暴力绑架的行为 也在这个本案王俊兰上进行试用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对于王俊兰的辩护人的辩护观点 公诉人会认可吗 王俊兰对犯军王双军拆取的这个绑架的手段 主管上他的应该是应该道理 所以我没认为这个犯军王双军 采取绑架手段 暴力手段 被告人王俊兰的主管翻译 所以隐私 这个王俊兰对犯军王双军说失事的这样一个行为 应当共同承担新的责任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王俊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犯军和王双军的行动中 但其拐卖儿童的目的是明确的 因此应当承担共同责任 那么被告人王双军的辩护人又会如何辩护呢 被告人王双军的辩护人认为 王双军是被范军和王俊兰欺骗之下 才去安徽太和的 在此案中责任较轻 对此公诉人又会如何答辩呢 那么法律毁令 没有这个这个情节只是捉心促进出发 能不能捉心促进出发 我们不要不仅仅向于就是看到这些情节 那么结合北岸的犯罪情节 整个犯罪情节 我们认为在整个外面儿童过程中 这个被散被告人的犯罪手段 包括犯罪清洁是比较严重的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王双军的犯罪行为恶劣 后果十分严重 虽然开始是不知情 但最终他是直接绑架参与者 其行为不足以着定从轻 法庭辩论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93条的规定 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犯军 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 对本案的处理有什么要求 被告人王俊兰做最后陈述 你对本案的处理有什么要求 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 我错了 被告人王双军做最后陈述 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 对本案处理有什么要求 我对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无意义 我自愿认罪便憎恨的回罪 我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给受害人以及家属告成的伤害 表示最深深的歉意 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原谅我 并向受害者道歉 对不起 无论法院如何判我 我都不上诉 我将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出狱 做一个对社会有拥有的人 谢谢 现在休停十分钟 由何一亭进行评议 请法警将三名被告人带下候选 为了不义之财 他们竟然铤而走险 光天化日抢夺女童 难逃罚网 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惩罚 我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给受害人以及家属告成的伤害 表示最深深的歉意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庭审现场 安徽太和抢夺女童案下集 现在继续开庭 传被告人到厅 法庭休停十分钟 何一亭经过评议 对此案进行了当庭宣判 何一亭评议后认为 被告人 范君 王俊兰 王双军 以出卖为目的 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 其行为以构成拐卖儿童罪 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成立 本案系共同犯罪 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 均积极参与分工配合 地位不分祖重 但被告人王俊兰系拐卖儿童的提议者 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 在案件中起引导作用 被告人范君 不仅参与拐卖儿童的预谋 并亲自实施以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 在明知摩托车拖行吴俊杰的情况下 仍不计后果继续前行 主观恶性较深 依法应欲严惩 在犯罪过程中 王双军事前并不知情 后在金钱利诱下 受王俊兰范君指使于安排 参与实施犯罪 作用相对较小 量刑时应欲以区别对待 法院最终判决 一 被告人范君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二 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三 被告人王双军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拐卖儿童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犯罪行为 没有家庭能够承受这种灾难 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极其严重 2015年8月2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9 其中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 加大了打击力度 这意味着不光拐卖儿童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 也将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希望通过此案 给那些还想将黑手伸向孩子的人 敲响警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庭审现场 我是七七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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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